知名主持人盛竹如遭报卷入投资平台IMB代言的怡云 对此他今天下午也出面驳斥 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没有代言 从来没有代言 也没有拿过他的代言费 叫我去拍个照 我也不知道他用我那个照片怎么样的 没有代言 更没有收他的代言费 也没有力挺大家去投资 一开始这个公司是合法的 这个公司是合法的我们才会参与他的活动 但是他后来变成这么坏 去骗大家的钱 胜仙也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 我们也找不到他人 而且我们从头到尾就一次见面而已 我拍一次照片或者做一次活动 他应该给我钱 他并没有给我 盛竹如表示说 其实当初这个公司确实是有邀请他来参加活动 以及就是事后拍这个类戏剧的影片 但是中间他都没有拿到任何的一毛代言费 也就是说这个对方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也就是善用善致的利用他的照片来刊登广告 对此呢 胜竹如也表示说 不排除会进行后续提告的动作 而针对该公司呢 检调目前已经介入侦办调查 详细的情况还有待理清